缺水很久的基隆 终于在十八号清晨下雨了 天空飘下绵绵细雨 路上的行人赶紧将散撑起 机车骑士也停在路边穿上雨衣 民众看到时隔多日降雨非常开心 早上看到下雨 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有好多天没有下雨 除了久违的天降干零 水利鼠也抓紧时机 在基隆的西式水库 释放人工增雨宴剂 希望能缓解基隆的缺水之苦 工作人员开启增雨宴剂的点火设备 碰得一声瞬间冒出火花 还有许多白烟不停飘往天空 水利鼠表示因为西式水库 临近基隆和上游集水区 操作地面增雨 可以催化午后对流云系 让降雨几率增加 希望能为集水区争取更多的雨量 现在基隆中正区和新医区严重缺水 而工应基隆地区用水的新山水库 蓄水量只有48.1% 剩下不到一半 这部来场大雨 只怕基隆很快就得面临 无水可用的窘境 记者朱丁龙 王毅德 基隆报导